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卫大直播的互赶开市通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市焦点 隔晚欧美股市下挫当中美股创了6周的最大跌幅 ADR以及业期预示港股早段偏弱 或下市2万点的水平 而元慧和金价是走强 反映了投资者采取避险的策略 道指收市跌了174点 跌幅将近1% 暴在了17541点 美国劳工部就公布了 截至4月2号指当周 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为26.7万人 按周是跌了9000人 剩余市场的预期 欧洲三大指数也是下跌 英股就跌了0.4% 德股跌1% 法股跌0.9% 另外日元对美元汇价昨天曾升至超过108水平 为11年半以来的最强 日股早段目前是下挫了超过1% 昨晚国际金价也是造好 反映了避险的需求上涨 美国上市的主要港股预托证券 ADR造价是普遍低于上日的收市价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了2020点 下跌了246点 跌幅为1.2% 另外夜市的期指收报在了20105点 下跌了143点 较昨天横止收市滴水了161点 横止昨天收报在了20266点 上涨了59点 涨幅为0.3% 跑赢了国企指数 当中是与腾讯贡献最大 A股昨天也是先升后跌 户指收报在了3008点 下跌了1.4% 先守在了3000点的关口 升值下跌了1.7% 焦点板块方面 汽车股吉利汽车就公布了 集团三月总销量为499003部 按年是增长约3% 按月则增长约50% 另外广汽三月汽车总销量 按年就急升了36% 另外钢铁股板块连日走强 但是昨天中国的钢铁工业协会 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就表示了 去年是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 而今年为止全行业是持续的一个亏损 首两个月录得的亏损是达到了114亿元人民币 今年的钢铁出口量有很大的可能会下降 关注市场的一个反应 焦点股份方面了 上市发发引起预期截至2016年3月底址 第一季度的业绩 七类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介乎在10.4亿元到11.5亿元人民币 按年是增长了20到22倍 新股消息方面了 今天有两只新股会上市 当中从事港澳设备出租服务的1496亚基邦案盘 就标价了超过50% 另外还有一只是编号1469的解好金融 案盘价也是同样的造好 好了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中国区业务部经理是黄宁杰先生 那为我们做出分析 万一您好 哈喽小兰您好 大家好 万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方面了 那么银行的坏账是风险是有所增加的 那么A股昨天有一个先升后跌 那么是先守在这个3000点的一个关口 但是今天回来啊 早盘一开盘呢就已经是跌穿了3000点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随着3000点关口的这样一个失守呢 您预计A股今天的走势会否进一步的一个下行呢 我觉得A股在3000点以上排回了好几天呢 但是今天呢一次性就跌破了那个位置 只是对A股来讲呢 让投资界的信心呢确实是不稳的 因为毕竟呢那些经济数据呢还没公布出来的之前呢 我觉得呢其实市场呢就算跌上3000点呢 也会在那个2950到那个3050那个巨价的盘等为主的 好的那么关注这个A股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么外围股是有一个集体的下挫 那么A股也是偏软啊 那么港股回调了几天了 那么今天开盘是继续的一个下行 那么开跌就超过了200点 那么对于港股今天的一个走势呢 您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港股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呢3月份这个公布业绩这个业绩期呢 一定过去的 这个20800点呢 那个高位呢 相信呢我觉得4月份呢 未必能够突破的了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 4月份没有特别的好消息出来的话呢 基本上呢港股是有机会回调到这个19300点 就是那个3月份 3月戳的时候呢 那个上升的那个缺口 所以呢我觉得投资界呢 要小心最近的风险了 嗯好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那么感谢万人今天做出的分析 好了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主要蓝筹股今天的一个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4毛 中国移动跌1块4 建设银行跌5分 工商银行跌4分 中国银行跌2分 港交所跌1块9 中国人设跌2毛4 邮邦保险生意毛 腾讯控股跌1块5 金沙中国升1毛 长河跌1块1毛5 新鸿鸡跌1块4 九龙仓升3毛5 中国海外跌5分 华岸质地跌1毛 中海油跌4分 中石油跌1毛 中石化跌7分 昆仑能源跌9分 中国神华跌2毛6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联储局主席耶伦就表示了 目前美国经济状况稳健 并未出现泡沫 发展情况令人满意 就业市场也是有个全面的改善 认为经济处于支持进一步加息的路径 他说联储局将平稳的实施加息的一个政策 重申循序渐进加息核实 耶伦出席一个座谈会上指出了 低通胀是暂时性 关注令到通胀率升至2% 另外他又表示了 未见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的迹象 至于美元的汇价就未有设定目标的水平 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是跌破了108的一个水平 日本财务大成是麻生太郎就说了 政府密切的关注 会根据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 制约日元的升值 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的一个记者会又指出了 汇率过度的变动与无秩序的一个变化 会带来不良的一个影响 强调汇率稳定 在本国经济实力相应的一个水平是最为理想 经济再生担当大成10元深晃 在记者会上也是认为 最近日元汇率的波动比较剧烈 新代评级机构会议国际 确认日本的主权评级A 评级展望稳定 会议就说了 评级反映日本现实经济面临的上下行风险 大致平衡 而限制日本评级上升的主要原因 仍然是政府的债务高企 而且是持续的一个攀升 会议就估计了 2016年的日本整体政府预算赤字 是占了国内的生产总值约为4.8% 低于2011年的高峰时的8.8% 不过高负债以及低名义的经济的增长 令到预测容易是受到经济或者金融冲击的一个影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 与传媒查询时就表示了 香港具备优秀的条件 例如是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发债又有融资 也有法律以及港口的设施 至于香港申请以非主权国的成员身份 加入亚投行 他就表示了 目前约有30个国家等候加入亚投行 而该行将于本月底举行第二次的董事会会议 商讨接受新成员加入的程序 预计年底会有结果 而以这个身份加入亚投行的章程 也是适用于台湾 另外他又表示了 觉得绝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拥护中央 爱国爱港 希望见到香港安定繁荣 又说对香港有信心 一个地方安定是很重要 他又表示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动荡 年轻人最受影响 只要国家稳定 个人才有前途 据经济参考报引述了股份银行的同业人士称 中营监近日是向各营监局下发了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 风险监管工作的一个意见 五十八号文明确信托公司结构化配资产品杠杆范围略后级的资金比例最高不超过二比一 目前二级市场配资业务可以通过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基金专户等方式进行结构化的操作 具体的模式是银行资金作为优先委托人 机构客户作为略后卖信托的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好了今天的互赶开始通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节再见